然後第三講角度和集群 基本上這是一個應用 我們待會後面看一下應用跟它的例子 好 假設你考慮非0 0向量 那我們前面講過 什麼叫非0就是固權為0 比如001 這個三度空間的向量就是非0 那什麼叫0向量就全部都是0 那非0向量一個非常重要特性就是它的長度固為0 我們前面有這個在第二講有講過 好 那如果0向量它長度當然就0 放在分母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是應用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要把這個數字放在這個分母 假設你考慮兩個非0的向量 A跟B 定義成這個樣子 就是各位已經學了cos 角度 等於什麼呢 等於它的內積 除上兩個向量的長度相乘 那定義出來呢 這個angle 這個角度 所以呢 這個角度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數字在連根π 沿周率3.14159 這是一個近視值 滿足什麼呢 滿足這個條件 那它跟二度空間跟三度空間 向量之間的角度呢 Ordinary是一般的 跟這個 是一致的 概念是一致的 二度空間三度空間 但是如果是四度空間 當然就畫不出來了對不對 但是我們對於N度空間的向量 依然可以定義出來 它的所謂的角度 抽象化的 我們對這個角度呢 一般用θ來表示 它的分類 如果等於九十度 二分之π的時候呢 代表說它是orthogonal 這個第二音節 正交的 那這個 它的內積呢 就是為為0 那另外一種寫法呢 是A跟B 是垂直的意思 正交的 這個 那如果角度呢 是0度 就Align 乘一直線 這個時候呢 它的內積 會等於它的長度相乘 因為cosin θ 如果θ等於0度的時候 它是等於1 好 所以這樣呢 三角元素就出現了 我們待會兒看它怎麼用 好 那我們這邊只應用 這個一個很簡單的計算 我們不會用到太複雜的三角元素 所以同學不用害怕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看到三角元素就開始這個 頭暈了 好 那如果θ等於π的話 180度呢 就是反 就是逆向的 這時候它乘出來多一個負號 Anti是反的意思 那如果呢 小於90度 成為Acute 瑞角 這個時候呢 它的內積呢 就大於0 如果呢 角度呢 大於90度 到180度 就是這個 頓角 所以你可以從 它的內積呢 就會小於0 所以你可以從 這個 它的內積 這個 這兩個是可以 這個 如果相反 相反就是0度跟180度 你可以從它的內積的大小 判別它的這個角度是多少 這是蠻 蠻有用的一個判別的方式 好 還是一樣 我們利用了前面講的這個例子 參考了 其實前面 這個剛才忘了第二講 忘了引這篇文章 這其實是這篇文章 這是一個期刊 這是一篇文章 1999的 它就是利用這個例子 這個你 假設你文件的標題呢 是如何烤麵包 不需要食譜 我們前面講 注意這個字 在第二講講 有這個字 沒有這個字 會影響你搜尋結果 那我們這邊這門課沒有教 它的項鍵就是1110 因為它沒有Hastry這個字 有料的餡點 好 然後這個第二呢 是這個 維也納有料餡餅的古典藝術 維也納 就是維也納式的 Google一下就可以看到 那在這個裡面呢 只有出現Pastry 有餡的這個糕餅裡面 所以只有第四個 所以這個0001 出現一次 Pastry出現一次 好 第三個文件 這個有料餡餅 最好的法國食譜 的書 所以呢 怎麼樣呢 出現Pastry這個字 這個地方是第一 然後出現Recipe 這個字 所以出現在這個 對這個 對一下 好 當你查詢了之後呢 欸 假設你想要查詢什麼 你查詢呢 烤有料的餡點 所以呢 烤呢是多少 烤呢是 這個 1 Hastry呢是 4 所以 10.1 這個項量 用項量來表示 所以你把文字呢 轉化成向量 這是我們前面一直跟你強調的 如何把一個實際問題 轉化成數學的語言 這是同學要學會的 好 然後我們可以算它的這個Cosin Theta 好 這個呢 是什麼呢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是你想要查詢的 這個是你在資料庫裡面有的 圖書館的 這個 圖書館的數目 或是 如果是Google的話 就是全世界的網頁的評審 如果是學到圖書館 就學到圖書館的數目 或是館長資料 所以呢 你把這個項量跟這個項量 這個項量是111.0 跟1001 算出來呢 這個是根號3 這個是根號2 然後這個兩個內積是1 所以是根號3分之1 然後這個是1 這個是根號2 所以分母是根號2 然後這兩個項量呢 是1 這個項量跟這項內積多少 1 對不對 內積 這在這個第二講有講 所以你要學會這個內積 然後這長度是根號2 這長度是根號2 好 那你查完之後 你怎麼傳回來 你可以譬如說 如果cos θ 大或0.6 我們呢還是一樣 你如果兩個文件呢 是一模一樣的 你看它就會同一方向 代表說這兩個文件呢 是你想要的 那有的呢 這個距離比較小一點 代表說這兩個也很接近 好 這是cos等於這個 θ等於0度的時候 這個是小於90度 那這個就比較遠 這個是完全相反 不是你想要找的 所以呢 你要傳回來 最接近的 然後越接近呢 排越上面 它的方法可能是這個樣子 譬如說 所以呢你可以定一個指標 譬如說 0.6 你就才傳回來 然後呢 這個 值越大的 越接近1的 放越上面 然後 return呢是回傳回來 relevant呢是相關的 也就是你查的過程中 查完你要跟使用者講 你要傳回哪一些 所以你看 這個呢 馬上應用到這個地方